也等于是我们的净土 我最近在写一本书 就是诸天的阶梯 诸天的阶梯 就是一层一层天的阶梯 我刚才比一个索印 你们看到没有 这个是索印 这就一个一个爬上去的 诸天的阶梯 我们人间是在一层一层 一层一层 就是遗忘的境界 我们人有什么遗忘呢 大家想马上有钱 马上换一个钱 就叫马上有钱 这个就是财 第二个就是赦 这个色是指什么呢 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他就要娶一个漂亮的妻子 因为丑陋都是永恒的 漂亮虽然是一时啊 但是丑陋是永恒的 所以他年轻的小伙子 都要娶一个漂亮的小姐 那漂亮的小姐 就要嫁给一个帅哥 这个就是色 第二个字 欲望 鸣 你看吗 今天我不要讲什么鸣 大家看了 那个电视报导 在前美 在这里 他用东升新闻的那个报导 哇 他们在争是什么 最近在争些什么 争的就是一个鸣 鸣 有人想上去 有人要拉他下来 一个在拉 一个在那边挣扎 他坐他的位置 他不愿意下来啊 那底下的人在拉他的脚啊 要拉下来啊 这个新闻上大家都看到了 这是为什么 是明 味 再来呢 就是我刚刚讲过的啦 大家这个忍饥 哀饿在这个西雅图 雷藏寺啊 最近好一点啊 就是吃得好一点 食 有人吃得很好 他一定要吃这个排斥 一定要吃燕窝 那么一定要吃这个 我搞不清楚 因为太美食的 我都不太清楚 我不懂得吃啦 我吃油 什么我就吃什么 大家知道我允饥五年半 我吃什么 三样青菜 两样荤食 很少的 一个大锅汤 五十块台币 一餐 我是五十块台币一餐 每斤一块多 一餐 我是这样子吃的 吃了五年半 我刚回来的时候 看到我 有人看到我 好像看到鬼 非常的销售 现在已经稍微恢复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 不然我很瘦了 瘦到 有人看过我 有人 是有人看过我 我就是讲说 我不是卢森院啊 我姓马 我叫马先生 因为是那个 Master 所以叫姓马 那么有些人说 你明明是卢森院 认错了 我是卢森院的弟弟 卢森院比较 Fat I'm skinny 他说 对呀 卢森院 Fat 在电视上看起来 他面孔很圆 像那一张面孔一样 像那一张面孔一样 那么圆 那我那时候很瘦 所以就变成 这个卢森院的弟弟 其实卢森院没有弟弟 这是石 最后一个就是睡 你要睡明 大家都很喜欢 其实密教把这个欲望 变成法 一般来讲 所有的显教是拒绝这五欲 财色名识税 拒绝 不能有财色名识税 变成一种借力 离开财色名识税 才是真正的修行 说得对吗 对 没有错 要离开财色名识税 但是反过来讲 在密教里面 把它变成修法 财 变成财神法 大家知道有很多财神法 有财神的祖父 财神祖母 财神爸爸 财神妈妈 财神兄 财神弟 财神姐 财神面 还有财神的儿子 很多财神 密教有很多财神法 通通都来了 还有五路财神 八路财神 以后有十二路财神 百路财神 这个就变成修法 密教有 把意忘转成修法 色也转成修法 就是双生法 我以前在香港提过了 今天不敢再提 因为这个师父 特登大吉有讲 他说 卢神 财神 他把这个 双生法 既然在香港 这样子讲出来 用棍子 把我打死 我也不敢讲 卢神 财神 敢讲 这就是我倒霉的地方 好啦 不提 不提这个双生法 双生法就是 色就是双生法 名 是什么法 名位 满厌法 你修满厌法 可以得到名位 食是什么法 食是供养法 供养佛菩萨的法 叫你在吃的时候 要懂得修行的方法 供养法 睡是什么法 是明光法 睡在光明里面 待会儿 得到 买